很远的地方 远望了岐水 这个岐是在哪里呀? 这个岐水在哪里? 在河南 在河南省 岐水在河南省 远望了岐水汪汪的岸边 灵律的珠子 郁郁葱葱啊 一一嘛 一一是郁郁葱葱的意思 所以文字啊 诗一般的语言 诗经嘛 诗经里面的话 曾子应用到诗经里面的话 第六句 这一句是解释 最难解释就是这三个虚 是三个虚 虚 虚 虚虚 虚虚虚 虚虚虚虚 有匪 有匪君子 这个要读匪 有匪君子 终不可学习 终不可学习 实际上他这个说 前面我们把那个字都解释了 他神情庄重 以表为言 他光明磊络 品德高尚 有匪君子 如此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君子 君子就是有修养有道德的人 真是使人终身不能忘怀 最后一个学字 一望忘怀 忘怀的意思 是吧 一望忘怀的意思 是吧 你看 说的多好啊 好 第七句 二十章的有一句话 说 常夫生不术 术 而能比喻诸人者未知有也 这个最重要的前面的一句话 说常夫生不术 这个术 术呢就是术道 术道 孔子就强调的术道 术道是谁嘛 术就是 大人帮加两个人 加两横 就是人道 术道就是人道 孔子一辈子 术道就是术道 术道人道 儒家用一个字来概括 就是人嘛 大人帮加两横 如 人道 道家用一个字来概括 就是道 是吧 孔子一辈子研究推广他的主张 就是推广术道 就是推广人道 人 孔子的学生就问老师 老师啊什么叫人呢 孔子说 爱人人者爱人 孔子学生还不懂 老师爱什么人呢 孔子提出爱一切人 你看 所以我就讲 现在提出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哪个最早提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 是吧 西方三个东西 讲来讲去啊 他们来教训我们 一个是博爱 一个是民主 第三个是人权 他们怎么有资格教我们呢 我们两千多年孔老夫子就提出 爱一切人 爱一切人是不是博爱 孔子一辈子就研究爱一切人 他教所有的学生 他教所有的学生 就是一条爱一切人 和我们佛教的是不是一样啊 佛教的宗旨爱众生 就是一切为了众生啊 要忘我吗 如实道是通的 是一个东西 忠心的东西 要爱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善事 佛教做善事 我们孔子讲 要修身 要帮助所有的人 不是一样吗 是吧 你看 所以用现在的话来反映 如果自己心中没有鸡肠熟道 没有鸡肠熟道 而去开导别人将求人道 开导别人将求人道 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那是从来没有的 你看说的多好 是吧 好 最后几句话啊 第八句 就是二十一章的有一句话 奇异不特 这个地方叫独特 正是四国 正是四国 那么什么意思啊 他的遗容没有邪恶 这个特是邪恶的意思 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 他没有邪恶 没有任何邪恶 那么就能够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 第九句 第九句 街笔南山为师爷爷 赫赫思赢明居而战 什么意思啊 街笔南山 街笔是高高的 一阶一阶嘛 街街高嘛 是吧 街笔南山就高高的中南山啊 石阳写君直立 威夷写何的尹大师啊 民众都注视着他 注视着他 你去翻翻尹大师是谁 这里因为世界关系不强 第十 第十句话 这句话在讲大学的时候 很多人不大理解 就是那个 就范是谁 还有一个 无人无以为保 亡人无以为保 人亲以为保 很多不理解 我是这么把它翻译的 这个囚犯呢 是个名称 被朝廷发生力量啊 他是流放啊 所以叫做陪同晋文公啊 流亡的名称就范 说 流亡在外的人 没有什么宝贝啊 没有什么最重要的 什么最重要啊 只是把亲属 仁爱 当做宝 把亲人 把仁爱 当做宝 这个意思 第十一句 人只有疾 冒疾 以物之 这个地方要读物 不能读恶 多因子嘛 这个地方要读物 冒疾 以物之 人之也甚 也甚 用现在话就是 得在戒备的人 学人 有道德的人 有得在戒备的人 而为之 比不通 而为之 比不通 所以你只把这个字 我们每一章解释了 用现在的话 如果别人 有才能 有技术 有技能 有技能 有嫉妒 可憎恨别人 别人得在戒备 就去学法阻止压制 使他不被重用 这样的人 就是小人 没有修养的人 没有修养的人 是吧 你看 说得多好 说得多好 好 最后一句 这个大家 几个字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 我搞了好多年 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词典和一些著作 最后我认为这么解释 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 身材有达到 身子者重 实子者广 为子者急 用子者输 者才恨足矣 昨天我们一个学院讲了 哎呀 刘月章讲错了 只讲了 做人做事做光 他说我要补充一个讲做生意 我看 您的也对 我的也对 你做人做事做光 做人做事都知道了 还不知道做生意吗 做人做生意就是做人 包括做人 是吧 你看怎么做生意啊 你看讲得很好 怎么管理啊 管理国家的财富啊 中的业者 这都是讲为政的大学问 治国的大学问 那 大家重 是 人很多嘛 食 就吃饭消费嘛 瓜大家都知道 瓜就是少嘛 稀少的意思 急 很迅速嘛 做事很飞快的跑 就是勤奋嘛 是吧 输 是 结结 结结 为什么结结是输呢 你们去查 我都查了的 是吧 那么 用现在的话来讲 创造财富的大原则 或者光丽财富的大原则 直立国家 光丽财富大原则 就做到这四句话 创造财富的人要多 消费财富的人要少 掌管财富的人要勤奋 使用财富的人要结结 所以 这样国家债务 就 经常保持充足了 很足矣啊 你看 说得很好 所以这是我对大学 你只要把这十二句话 基本上搞懂了 给予的你基本上都能够讲解了 是吧 因为给予的都很通俗的 就是这几句话有一点的 难得理解是吧 所以你们掌握了 所以这次本书回去可以人人教大学了 好 你还不能教啊 第四点 最后一点 教学的建议 我提出了五条要求 要求学生俗读背诵大学诀文 第一 组织学生阅读孔子与弟子的故事 这本书你们要读一读 第三 要求学生阅读名人缺际 你看名人都是这样修身治国的 包括郑国藩缺际 是吧 第四 组织学生该在修身修心等教育活动 第五 老师要带头修心去讲治国 首先你把那个班管好嘛 你把家庭管好嘛 你当校长把校长管好嘛 你自己那个学校没管好啊 你还讲要学生去治国 学生想你学什么 你这个学校老师 你只教我们口头革命派 是吧 你教我治国 你一个学校没管好 你教我治国 你一个班都没管好 是吧 怎么治国啊 所以我就提出五条建议 好 你看我这个怎么 怎么教大学的啊 这里只是给你们做了一个教学的建议 是吧 你看我怎么教大学 所以他把我的 硬盘里面啊 你应该要用我硬盘里的东西啊 我改了的 是没错啊 不是 你看我怎么讲大学啊 我讲大学是这么讲的 所以来自我的弟子 听我讲完以后个个都能够讲 第一章 内容体要 这一章三句话讲什么 第二 读解 你看 每一个字我都读解了 什么动词名词啊 什么绝不读解 第三 经义 用现在的话讲 特别是后面 这是我 不是自己啊 表扬一下自己了 我的每一章 论语五百一十一章 我全部 讲了第一次的感悟于之后 并且后面的所有感悟 我都用四个字 五百一十一章啊 论语你看 我花了一十几年 后面全部垂裂成四个字 为什么四个字呢 学生好记 好记 高度概括 你看我这里 学网这一章搞什么 要懂得一个道理 学网 直与直善 我们做什么事 要达到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标准 以德之正 他讲的 就是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 你做领导 做老校长 做企业老总 你一定要有高上的道德 你才能管好所有的企业 当好领导 你这个领导 道德都很差 你怎么能管别人 学了这一章 就是这个 你看我的第二章 本章论述 一个人达到至德至善的六个人生进修解体 知 定 敬 安 律得 六个字吗 六个解体 你看 知之是什么意 德是什么 最后我把它解释了 直到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然后才能够做到志向解体 志向解体 然后才能够做到思想清净 思想清净不乱 然后才能做到心具安领 心具安领 然后才能做到思虑周想 思虑周想 然后才能得到道德真理 再有所收复 再能所得到 再能所收获 天下万事都有根本和知见 世界万物都有结局和开始 直到他们的主持先后 轻重谎击的顺序 那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你看 懂得这样 光家学了这一章 有什么收获啊 有什么智慧呢 我们学到什么 应该学到什么东西啊 三句话 追求目标 直向解体 告诉我们一定目标 你看它摆在前面的 第一位的 现在我们年轻的都没目标 推广经典教育也没目标 没目标怎么去推广 标准很低怎么推广 定了目标要志向决定才成功 这是我们学经典第一点 这是我的感悟 第二点 心静安领以静之动 有些讲我心静 心静 有什么好 静者对天下